花蓮的原警要對機車進行零檢 結果這個機車一路跑 雙方追逐了超過兩公里 最後警方才在一條死巷子成功的藍停他 原來接著騎士因為沒有駕照 才會心虛逃逸 這一套總共被開了二十二張的罰單 罰金超過三萬六千塊錢 最後還要被依照觸犯公共危險罪 移送法辦 警車鳴笛 僅跟前方一台雙載機車 但是騎士根本沒打算停下來 還加速逃逸 雙方就這樣你追我跑 追了超過兩公里 終於在一條死巷成功難停 原來騎士無照駕駛 看見原警才心虛逃逸 追逐戲碼發生在花蓮市 二號凌晨四點多 兩名原警在中正路執勤 一台雙載的機車路過 卻閃躲迴避加速駛離 原警立刻鳴笛並以擴音器 鶴令停車 但是機車不予理會 警方一路從中正路追到詞彙三街 算一算一路上騎士總共有24項違規 不只無照駕駛 還闖紅燈逆向 沒打方向燈 最後加上不服機查取締 一共被開了22張罰單 罰金超過三萬六千元 那盤查這個駕駛並沒有酒駕 主要是因為他無照駕駛 心虛逃逸 因刑法公共衛選界來寒宋法辦 警方呼籲駕駛人一定要配合指示受檢 否則依照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最高可處三萬元罰還 抱著絞心心態無照駕駛又拒檢 不只傷了荷包 還要面對刑責得不償失 這是陳敬業華聯報道